哈喽大家好,我是班老师,欢迎收看频道观察,来观察一把,行星的医生啊,最近开始打医生了,呃,遇到的是个鱼女,我觉得医生遇到鱼女,那这个医生有点难搞,对吧,医生比如说他要牵制,他要补状态,他是卡板子,不是卡窗口,然后这边来补状态,你不能够鱼女,我这边一封,来,你补,补着补着,对吧,你补了四分之一,我这边弹你半管血,哼,打一刀,好,这边往前走, 呃,先卡板子,要补血吧,这边先卡板子补血吧,但鱼女这边已经来了,这里机首手,帮忙,但是扛了一个擦刀的话,我觉得,这里如果直接下了板子,我觉得是可以的,但扛一个擦刀就可以了,扛一个抽刀,抽刀,扛一个抽刀其实蛮亏的,因为待会机首手是要来打架的呀,这鱼女手里面是有一个闪现的,96%的水器, 接刀追,好,我能补得起来吗,我觉得蛮难的,我觉得蛮难的,这边闪现交了,还可以吧,呃,机首要来救一波人,要不拥兵就,看一下,这个机导时间,对于鱼女来讲,还是比较舒服的, 因为这套阵容,一身一被抓的话,其实熊惹修的也不算特别快啊,外面一个傭兵一个机球,对吧,这个移速修速是减的,哎,通缉到了救手,救手还来打架, 这真的是硬来,硬来,云女这边收个叉看一下能不能包一圈啊,能不能包住,起爆发了,起爆发了,这边已经包住一下了,58打一刀,这边直接救,救下来以后看棒子,没有薄命,没有薄命,爆发晕,好的,晕住,晕住,先保,保证, 这边为什么不带,为什么不带薄命呢,因为这边医生啊,星星应该是跟过客是开黑的,所以说这里不带,这个薄命可以更好的让医生补状态,可以更好的让医生补状态,二阶鱼女,快来,我需要帮助啊,这边继续再补状态,然后再让这边的机友手去救吗,但我觉得鱼女真的不是特别怕医生啊,医生卡点,对吧, 他们刚好封点,两个人就是,哎,鸡手,站边,打,起,爆发,哎,让你打一刀,这不会带三摇的吧,没带三摇,这是个薄命医生,鸡手不带薄命,医生反而带薄命,他们两个人开黑的话,还是有非常多自己的一个理解的,哇,这走位,这走位,拖一轮,外面的机制是肯定不够的啊,这边再救,救下来,好,就看这波医生能不能 能不能回起血了,能不能回去血了,一棒时间打开,这边机友手,能保的空间不多,医生,这边,包住了,可以看到,就医生他的一个补状态,一定是建立在卡交互点,而鱼女的一个强势点,就是在于他可以把这个交互点给封了,逼你转点,那你在这边补血,我这边水汽到了吧,你补四分之一,我打你半管,谁亏, 对不对,看来还是医生贵啊,这边我的理解还是没什么问题的,跟我的想象当中的一个结果差不多的,这边再想补啊,补不住了,因为这边再一个收叉,对吧,必须倒了,你往里面走,这边是水汽啊,刚刚70多,就算这块板子下了,我感觉这水汽也够了,结果说这边好像还想再来一波,还想再来一波,再来一波,一个冲,收,棒子打开,漂亮,能拖起自己的话, 我觉得还有得打,但是这边的话,直接交闪现了,交完闪现后挂飞以后挂下一个,穷主这边马机差多少,差一台,那心理学家,不,并换这边救吧,无心这边的并换救啊,他刚好急着修完救,然后佣兵修最后一台,有得打,有得打,穷主还是有得打的,看有没有薄命吧,如果说这边并换带薄命的话,我觉得卡班救下来,应该是一个三人开门战,但这三人开门战呢,与女差不多,开门战的时候应该,传送差差不多好了,最多也就剩20秒了, 20秒这开门战的话,因为穷主这边三个人嘛,一个在以上面,他不太可能去,有人能贴门的,所以说这里还有机会能针三抓,鱼茶的这个,鱼女,说实话,还是很厉害的,就是,哎,这波无心的一个片刀,片的漂亮呀,还有一根棒子,还有一根棒子,留一留,留一留,留一留, 这边,这个病患无伤救人,然后再换佣兵过去救,非常nice,甚至两个人可以一起修,两个人一起可以修,修完以后,这边佣兵可以去贴门了,感觉这波,应该是没办法去追这个机构手了,因为当机构手里面还有,那个棒子,你这边跟一跟一棒子打开,因为我之前经常看我视频经常讲到,就是,鱼女的话,刚刚没说完,没说到,就是,鱼女虽然说,打医生蛮好的,但是他打机构手,他想抓机构手,这是很困难一件事情, 机构手的技能是完美的克制了鱼女的技能,这边封佣兵,佣兵手里还有个薄命,传送十秒钟,跟我分析的差不多,妙计点亮的时候,差不多这边,一刀打,机构手这边蹲,佣兵这边拉开,然后机构手去把门点开,但这里好像是在找这个机构手吗,找到机构手的话,我感觉有机会能赢啊, 佣兵再跳一个护臂,还有一个护臂,这边,哎,封到机构手了,大家注意这边封到机构手了,那应该知道机构手的一个位置,并换这边,交一个勾手,一刀好的,这个玩板的话,他今天抽刀抽的很好,抽那个医生,抽机构手,抽并换,佣兵这边倒的话,倒在这里,有可能要被挂, 机构手这边门点开了吗,门还没点开,并换这边的门也差了没多少,通过耳鸣来判断吧,这边找到佣兵了,找到佣兵的话,就近挂上,有耳鸣,那来找机构手,要赢了,感觉要赢了,这边佣兵就算起来了,他一个护臂,感觉也很难赶过去,要看了,来,镜头给到机构手,就看这机构手能不能拖起,到佣兵自起了,拖起来了,这佣兵,点了几点自起啊,这么快, 感觉挺快的啊,感觉挺快的,这里,一波蜂,一个护臂跳过来,好的,有机构能捞下来,但是已经过半了,一个封杀,有薄命,强行开门,那这里的话,因为这个薄命,我刚刚忘记了,算了这个薄命,又没有个薄命,薄命捞下来以后,这边门是直接可以点开的,这门差了没多少,机构手,机构手,机构手,这里,他只能打尸里刀,而并换,而机构手,刚刚给他讲过,他是完美的, 克制鱼女,可惜这鱼女的一个压力给的有点大,好的,平局啊,平局,两边神仙打架,最后打了一个平局,挺好的,精彩啊,感到这边见,我们下期见,拜拜